结婚前的陈晓 我是一个有点精神洁癖的一个人 我希望我今后的另一半是一个 能把爱情看得很重的 能把家庭看得很重的那么一个人 因为我是把爱情看得很高 我觉得它很高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我觉得只可能是你马是真爱吧 我就告诉自己我就要这个 要完了以后 没有我知道你好 我知道你这个东西比我这个东西还好 我就要这个干嘛 我就要这个 第一天他跟我讲的时候 他就是说我觉得你好像是 我老婆 适合当老婆的 我觉得他们 他是说 我觉得你很像 很像我老婆 我就说 我当时是很开心的 那当然会很开心的 你已经等到 这一句很久了 我觉得那应该是我人生最开心的 一定有人生这么好开心 结婚时的陈晓 我愿意 我会爱你 结婚后的陈晓 陈先生 很开心你的 陈欣宇在那年花开里面 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真的都为你非常开心 因为我看到你 一直以来的付出跟努力 谢谢我的家人 对我的理解 对我的支持 当时有多少人被陈晓的头沙吻 聊得小鹿乱撞 现在就有多少人可惜 这个胡子拉叉 满眼抑郁的中年大叔 陈晓自结婚以后 即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沉 而原因 却没大多都被归结为了陈延熙 只因为有网友扒出过这类事迹 一 秀恩爱悲剧 在一次采访中 陈延熙想在公众场合和陈晓 秀恩爱 她一双大眼睛闪闪的盯着陈晓侧侧脸 微笑的样子 像极了往复时 但陈晓却一直黑着脸 对陈延熙挨打不礼 二 没有绅士风度 在一次走红毯的时候 陈晓于裙子抬大 多次想扶一下陈晓 但陈晓不但没有看到妻子的难处 反而退了一步 自顾自的整理起衣服 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没在意 最后还是工作人员解决了她的窘境 三 面对惊喜 无动于衷 陈晓平借那年花开月正元 获得品质盛典的年度奖项 主办方说要给陈晓一个小惊喜 其实就是陈延熙为陈晓录的 祝福小视频 结果陈晓却看得一脸冷漠 甚至连个客套的笑容都没有 当主持人问陈晓获得这个奖的感受 以及对妻子祝福的回应时 陈晓只简单地说了句 感谢家人的祝福 脸上也没有幸福的表情 要知道 这时候才是她幸福的第二年 四 社交媒体不再互动 去年的情人节 夫妻民心们都敬业地撒狗粮秀恩爱 即便是象征性的 陈延熙也发了一条 但配文是 其人家大餐自己做 尴尬的是 陈晓毫无互动 这么多迷惑且反常的操作 让很多网友都猜测 陈延熙是做了什么 让陈晓连装都装不下去了 要知道曾经的陈晓可不是这样的 无论在巴黎山的河畔那 铺满整个邮轮的玫瑰花求婚 还是那一场浪漫的婚礼 都让无数人惊呼 这就是爱情 即使过了那么多年 仍让人既有心 陈延熙坐着白色的小船 据说为了和求婚时散的 河畔的场景相呼应 他们婚礼的举办地 燕熙湖和陈延熙的名字 相写音 一切都是那么用心 不仅是在婚礼上 两人在微博上 还一直隔空秀文案 恰点亲生 朝天互动 当初着实给我们 喂了一嘴狗粮 虽然陈晓在一档采访节目中 说自己不擅长制造浪漫 可我们看到的 却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人 即便当时有很多 因为陈延熙的小龙女嘲讽他 但他无数次站出来公开表示 他就是我的小龙女 看到他被骂 比我自己被骂更难受 婚后陈延熙上综艺节目时说 所以小出门的时候 你也是要抱 一定要的 然后还有什么仪式 就是抱一下信一下 然后就说 那个老婆 爸爸我爱你 然后就可以这样 要是因为工作 不得不异地时 陈下也会每天想梦设法的 逗陈延熙开心 最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叫 陈牧陈 而对当初赵丽的那一段 在结婚之后 也是直接否认 全是潮纵 到哪 全部是你跟赵丽颖的名字 是挂在一块的 一开始 毕竟 以前 没有做过什么CP组合啊 不知道 这样是什么一种感觉啊 所以我就拒绝嘛 然后但是他们说这个又好 对你好 就 试一下了 我跟他们讲 做CP可以 但是不要加特技 从今的甜蜜 历历在目 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 互动越来越少 表情越来越冷 微博半年可见 在这半年可见中 也找不到了任何关于陈延熙的内容 这一系列操作看下来 被传婚变 太过正常 16年结婚 17年就冷到冰点 感情冷得未免太快 但就陈延熙来看 一切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陈延熙的黑料综合爆发季 也是在2017年 那一年有个叫尼安东的男性离婚 结果拔出锣布带出尼 在尼安东老婆Vivi 向法院提供尼安东出轨证据的时候 提到了一位 在娱乐圈女生级别的艺人 她在影视 皆有涉足 目前工作中心 一转内地 形象清纯 与尼安东有过合作 根据描述 在家和尼安东那些少得可怜的作品 这把货自然而然 就烧到了陈延熙身上 毕竟曾经陈延熙 凭借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 沈嘉宜一角 一炮而红 成为了无数少男心中的 清纯女神 虽然公司极力否认 Vivi也表示 传闻的女神是17年还未婚 而陈延熙16年嫁是陈小 时间对不上 就算如此 陈延熙还是受到了不少影响 她被接连扒出了很多风流运势 比如在拍摄 不二神当和文章在剧组绯闻不断 剧组人称 陈延熙在剧组非常高冷 不和别人沟通也不爱说话 唯独见了文章以后 十分活泼 就算马依丽在也毫不避讳 娱乐圈正要将矛头指向陈延熙 恰讽文章摇敌出轨门事件 人们才知道文章不仅仅是出轨一个女星 台媒也早有报道 说陈延熙风品本来就不好 不管真假 反正是代图代解析的 抱过很多关于她的大料 比如传言 陈延熙曾和柯友伦 蜜脸八个月 虽遭经纪公司强烈否认 但是柯友伦公开表示 和陈延熙在低潮期互相扶持 柯友伦的前女友也被保住 他们的分手 是因为陈延熙的介入 可陈延熙却说过 她是一个没有前任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这 看着如雨后春嘴般崛起的黑料 仔仔不如想起了陈小儿的 萎靡不振和事业消极 在这些故事被拔出后不久 陈小儿暂停了大约四个月的工作 结果她之前在大学时期 因为和女朋友闹情绪 就把自己封闭起来的经历来看 这重额度未免也太高了 虽然真假有段商榷 但是关于婚变问题 两人都不予一回应 陈延熙还是在微博上 实时秀着恩爱 并表达一直有生二代的准备 在微博上 扫着婆婆和儿子玩耍照片 分享陈小 送给她的礼物 一切绯闻黑料 或许只是子虚乌仰 她的生活应该并没有 传言中那样糟糕 反而充满快乐和幸福 不仅如此 他们还崇拜了婚纱照 搜尸在用行动粉碎谣言 所以在《浪甲2》中 我们看到的是 幸福的陈延熙 在谈及陈延熙婚变问题时 令主沉津啊的是 陈延熙为这个问题 带来的不是伤心和郁闷 反而是好笑 就像有些网友会说 陈小结婚以后 眼里变得没光了 陈延熙笑着说 为什么人的眼里会有光 又不是奥特曼 在回答陈小眼里没有心性时 说可能是生下来了 让人哭笑不得的回答 也巧妙地画起了彼此的尴尬 如今 陈延熙作为30家的 姐姐参加浪姐2 再次引发了热议 在采访中 也说出来近几年 所说的非议 访谈中 他表示 从来不为别人的负贫 而感到不高兴 因为这是自己身为一人 必须要接受的事 还说 生活毕竟是自己在顾嘛 如果别人什么话都要听的话 我也不是垃圾桶 还是着重于 自己顾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不得不说 姐姐的情商很高 勇气也很大 自己的生活就应该自己做主 何必在乎他人看法 顾及的越多 越是难以得到幸福 任何人的家庭 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矛盾 就算是有受我们的牙齿 也会咬到舌头 陈妍希和陈晓结婚近五年 难免会一些磕磕碰碰 或许我们不该抓住那一点不开心 将她的整个婚姻状态 都认成失败的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陈晓陈妍希 在浪甲中陈妍希受十斤的目标 只完成了一半 她一开始自信满满 跟王爷承诺自己肯定是能够受十斤 可谁都想她很快就被淘汰了 而且体重也没有受人成功 陈妍希也在微博中说囚放过 还发出和陈晓聊天的截图 两人的聊天 在撒娇一个看着她笑 感觉还挺宠溺的 为了这一段婚姻 双晨都放弃了太多 失去了太多 但今天决定了要好好过日子 还希望她早日找回眼里的心情 继续开心快乐起来 这是作为粉丝们所希望看到的 而就在昨天 她也不负众望 当大家都在津津乐道 她赵丽颖的那段往事 去给她微博留言 赵丽颖离婚了的时候 陈晓什么也没有说 默默撤下热搜 带着儿子一起现身机场 父子同光 画面温馨 这是她儿子的第一次亮相 这种捍卫婚姻的做法 果然够刚 就像当初义无反顾选的小龙女一样 这次她也义无反顾的 守护家庭 而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毕竟一直以来 陈晓都是个负责任的爸爸 和温暖的丈夫 所以 真心希望未来双臣夫妇 能够幸福美满 好了 观众仔赞 带你什么娱乐圈的事 我们在计划 我们在计划 当初乱 看